哈囉!我Gini! 很多人對妝前乳校色霜的用法都不太了解 因為市面上顏色真的太多了 像是白色、綠色、紫色、藍色 光看這些顏色都覺得很慌了對吧 所以我今天就要來跟你們聊聊各色的用法 還有這些顏色對你的肌膚 到底可以改善哪些問題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Gini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臉書 一起討論穿搭美妝生活 那我這次要用的是CAT的新品濾鏡校色霜 它是開架最齊全的妝前乳系列了 質地是比較保濕的路線 超適合冬天跟乾燥的肌膚 如果你是瑰麗的大地就非常的適合 那像我自己是混合肌偏乾 T字部位很優沒錯 可是兩頰乾到一個不行 乾到渣 我就是乾荒的大地 所以它的質地對我來說呢 非常滿意 因為我就曾經用過那種可以校色的 可是乾裂到不行 根本就吃進不了我的肌膚的產品這樣 那因為這一款產品呢 它帶有一點珠光 可以讓你臉部幾乎有一點亮晶晶的感覺 那你的臉上亮度如果出來的話 光澤出來你的瑕疵感就會降低 好 我們就直接進入素顏畫面開始 首先咧 想提亮就用白色 可以提高整個臉的立體度 我放在T字 那如果你是平滑肌啊 你一定會超愛這一款 那白皙人呢 就用粉紅色 很適合白皙的人 提高你臉部的斜色感 可是因為我兩頰容易泛紅啦 就不適合放在兩頰使用囉 乾不好 辣黃的人就用紫色 如果你覺得你這陣子很辣黃 很暗沉 看起來乾很差 就用紫色 因為可以讓你的鮮氣感提升 那我的話 我覺得我眼周很適合 但不要塗滿整個眼下 它不是遮瑕啦 就只是校正顏色而已 最後一個是泛紅帽豆 就用綠色 放在泛紅的地方 例如我的兩頰和鼻翼就很適合 好 現在是我整臉已經上完校色霜了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整個是不是有提亮效果 我現在沒有任何的粉底或是遮瑕 都沒有 就只有這個校色霜而已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呢 我以前買過很多綠色的試底乳 或是那種妝前乳 因為我兩頰很泛紅 所以我就覺得我就是要用綠色來校正嘛 可是呢 通常都是一推開 灰灰白白的什麼都沒有 就沒有可以真正讓我的肌膚顏色變好看 有擦跟沒擦一樣 可是這一款我很喜歡 是因為它推開之後啊 它推進我的皮膚之後 它是有真正校色我肌膚的顏色的 它的存在梗 跟我以往使用的那種 飾底乳 有顏色的飾底乳來說呢 真的是明顯的有效果 就它不是只有擦安心而已 它是真的有改善我肌膚的顏色 還有提亮的效果 好 那我現在呢 就要來上粉底啦 好 我現在是全妝都完成了 我連眼妝都畫完了 但是我沒有擦腮紅或是其他的深色修容 因為我想給你們看我現在整個妝最真實的樣子跟效果 好 那這個差別就在於你的粉底液跟遮瑕 是只有覆蓋的能力而不是校色 所以如果你對於蠟黃或是泛紅的問題感到很煩惱的話 怎麼遮都遮不住的人 你就非常適合在粉底液之前來做校色 這樣就可以快速解決你肌膚上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我前面有說 它的保濕度很夠 就是它非常容易推開很滑順 那實際上我覺得它可以消失掉有一點毛孔的問題 不是完全消失啦就是稍微修正 那它裡面有珠光 但是很多人都會擔心說珠光會不會太閃太過誇張這樣 但不用擔心因為你之後你後面還會再上粉底液或遮瑕嘛 所以會再覆蓋掉一點 那覆蓋掉之後呢它從肌底透出來的就是那種 微亮漂亮的光澤感很內斂型的 那我剛才是示範粉底前來擦這個校色霜 通常呢你的試蝶乳或妝添乳都是說要粉底液前擦嘛 可是它很特別 這一款它是主打你補妝 或是你粉底液之後再擦也可以的 那我是第一次遇到這種可以粉底前也可以粉底後使用的產品 的確是它很適合用在粉底之後也OK 可是呢因為我的皮膚是那種瑕疵比較多的 泛紅啊然後粉刺很多啊這樣 那我不希望說我的粉底跟遮瑕被推開 所以我自己私心愛用的話我還是喜歡粉底液前用或是拿去補妝用 就是你想提亮的時候也可以 只是要記得如果你要補妝或是粉底液之後 想當作提亮的話呢 建議你就是用海綿輕拍就好 不要硬插不要硬推這樣 這樣會把你原本的底妝都推掉 所以要輕輕的拍用海綿 例如說你現在有完妝嘛 可是欸你覺得T字 雖然我現在好像蠻亮的 欸我沒有用打亮喔 這就是原本那個 欸白色的 校色霜的亮度 超亮 好 就是如果你底妝完之後是你補妝的時候說 嗯好像不夠亮 我T字想要更亮很內斂的那種亮法 而不是珠光粉狀的亮法的話 你就用這個校色霜 用白色款放在T字部位就可以有提亮的效果 因為我之前就有分享過說 你的臉啊是中心點 中間要亮 你的臉才會整個立體 因為如果你是整張臉都很亮的話 那大家看到就是你整張臉的亮度 而不是立體感的亮度 畢竟我們要有陰暗面跟那個光亮面才有立體感嘛 所以記得呢 提亮千萬不是整臉塗滿滿 而是中心點 就選臉的中間 像我自己就是T字 那這一個我覺得它非常的多功能 不管你是要在粉底液之前來調整你的膚色 或是之後 妝後的提亮都很有效果 那我自己私心最常用的顏色就是綠色了 我臉頰太紅了 很容易泛紅 所以這個綠色對我來說非常的有效 再來就是白色提亮 然後有時候沒睡好 就是用紫色比較黃了 皮膚很暗沉蠟黃的時候 好喲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分享啦 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呢 我以前在剛接觸這些膠色產品的時候 我就很疑惑 顏色太多了 我就不知道自己要用什麼顏色才對 然後也很常被廣告誤導這樣 所以希望這集對大家有幫助啦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要慢慢去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制作我繼續拍片 這一片是我的IG跟臉書 如果你還沒有追蹤的話呢 趕快去追蹤囉 很常分享我的日常彩妝跟穿搭 好 那我們就過幾天見囉 掰掰 一起看 但是 很常的 記得 你喝什麼 你喝過 所以 去 你喝出來 就 你喝起來 沒睡